家人有名妇人在儿子的陪同之下 搭公车要前往医院来看诊 如果呢是突然在公车上疑似癫痫发作 除了头晕身体还不断的颤抖 公车司机见情况紧急 是立刻把整辆公车都开往了医院急诊室 急急通过车内广播向乘客道歉之后 立刻把整辆公车直接开往加一基督教医院 救人员也早就在急诊室门口准备接应 到来医院之后驾驶马上走到患者的座位旁边 抱起富人送上担架 回头还不断的向车内乘客致歉 而这种热血的行径也换来一片欢呼 上午八点半一名嘉义客运的司机 从后照镜上发现 一名女性乘客的身体似乎有异状 不停的出现发抖 头晕等情形 司机第一时间立刻决定 把公车开往医院急诊室 我们直接到那边没关系 到时候没有停的话 就会请保安他说没关系 我们就有危机 慢车道 他就一直按喇叭 然后门也打开说 拜托让他过 拜托让我们过 我们要送一个急诊的病人去医院 其实这一名热血的诚信驾驶 当司机的经历还不到半年 这次能够那么果决的做出判断 应该和军人退役的背景有关 而富人因为及时被送到医院 目前已经没有大碍 不过还是坚持出院之后 要亲自向这名司机说声谢谢 继承赖声红 李思贤 嘉义报道